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把他养起来当宠物 还给恐龙取了个名字叫马格纳斯 不久邻居家的小女孩发现了小丝的存在 并提出要给他的父亲拿去做研究 但杰克知道做研究就会拿小丝做实验 为了保护小恐龙自由生长 杰克拒绝了 不久小伙伴们上杰克家里玩 这下小恐龙又不小心被发现了 小伙伴们起初被吓一大跳 所有都对小丝的存在感到十分兴起 其中一个小伙伴把他拍了下来 还兴奋的说要是传到网上 那可就活了 杰克赶紧制止了他 两人还为此吵了一架 另一边当地的军方也发现了这些神奇的液体 为了能够为自己所用 他们开始四处搜集这些液体 但很多液体都和动物融合发生了变异 有时还会突然奔出个旁人大物 这些谷歌的动物把居民闷下得够呛 小伙的生长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很快家里已经无法掩藏他的存在 为此杰克和小伙伴们不得不把小丝转移到仓库里 可是好景不长 当地的军方和小镇上的居民 还是发现了小丝的存在 为了保护小丝 杰克亲自把小丝送进了森林 可是他们前脚刚走 小丝就因为不舍主人而回到了镇上 体系还变得更强壮了 军方自然出面干涉了 他们很快就把小丝麻醉带走了 但是杰克担心小丝的安危 觉得军方的人不会善待小丝 他事前想后还是决定叫上小伙伴们一起前去营救 可毕竟他们都只是孩子 哪能抵抗得了军方的控制 就这样杰克一心人被强行给带走了 关键时刻小丝清醒了过来 只见小丝落到了身躯 冲破了重重障碍 最后杰克一心人成功获救 军方很快又跟了上来 最终军方透露消息 这一切都是实验失败造成的 那些液体也是实验泄露出去的 只是证明军官没有想到 他说了这些话 被孩子们早就准备好的网络直播播放了出来 军方相关人员因为这件事被逮捕入狱 原来他们只是为了捉住恐龙 而编造实验失败的谎言 影片最后 小四也变回了一只会飞的小恐龙 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小恐龙在小镇上会被杰克照顾得很好 小镇居民们也会善待这只小可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